嫌疑人 什么嫌疑人 陈东不明所以 徐洛威叹了口气 还能是什么嫌疑人 当然是胡大健被杀案的嫌疑人 什么 陈东愕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开什么玩笑 郑国焘受了如此严重的伤 要不是因为心脏位置易于常人 恐怕早就丧命了 可是现在 他却被认定为了胡大健被杀案的嫌疑人 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陈东冷声追问 说实话 对于郑国焘的事情 徐洛威也是十分郁闷 所以也就没有对陈东做任何隐瞒 你先看看这个吧 徐洛威把陈东拉到了一边 将手机递到了陈东手中 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个视频 似乎是来自于行车记录仪 记录的正是昨天案发时候的景象 事实上 这个行车记录仪就是来自于后面那辆保镖的汽车之中 方向对准的 刚好就是劳斯莱斯车头上景象 打开视频 人能够清楚地看到 一个身影正站在劳斯莱斯的车头 对着车厢里的胡大剑说着什么 说实话 第一眼看到那个身影的体态 陈东立刻就判断出了这个人的身份 正是那天把彭浩从月牙温泉山庄带走的那个人 马彪 不仅如此 对方身上的穿着 也是让陈东心生狐疑 因为马彪身上穿着的衣服 赫然竟是一身白色的西装 行车记录仪的收声效果很好 就连外面的对话也听了一清二楚 只听马彪对着车厢里的胡大剑 悠悠说道 胡总 我们马爷让我带他向您问好啊 不认识也没关系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 反正也没有跟我们马爷认识的必要了 现在知道好好说了 当初你抢我们白马集团生意 害得我们马爷不爽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要好好说呀 听到这几句话 陈东整个人彻底愣在原地 白马集团 马爷 马九风 这些杀手 竟然是马九风找来的 说实话 在听到那杀手的这些言辞之后 陈东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 就是这样的念头 可是很快 陈东便将这些念头给否定了 首先 以陈东对于马九风的了解 他不像是会做出这种极端举动的人 其次 哪怕马九风想做 只怕以他的能力 也很难找到那般厉害的杀手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马九风现在主赢的是养元九的生意 毫不夸张地说 以养元九的收益 足以敌得过其他所有生意 带给他的诱惑 试问 有养元九这么好 且无人与之竞争的好生意 马九风怎么可能会挤破了头皮 去跟胡大剑抢其他的生意 甚至还要请杀手杀掉胡大剑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根本就说不过去 所以 陈东几乎能够完全肯定 马九风是被人冤枉的 那些杀手是明知道有行车记录仪的拍摄 所以才会故意留下这些话 好把责任嫁祸给马九风 陈东随即便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给了徐洛威 然而 徐洛威听了之后 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这些也没有用 那些杀手自称是马九风的人 而且身上穿着的还是白西装 整个淮城所有人都知道 白西装就是白马会的典型标志 所以这一次 马九风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干系了 陈东不禁苦笑 谁说穿白西装 就一定是白马会的人了 这样说未美也太绝对了吧 徐洛威叹了口气 你跟我说也没有用 反正这已经是怀成百姓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专案组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听到这话 陈东彻底无语 这一刻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那天他离开养员酒厂 马九风给他送别的时候 他看到马九风为什么会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总感觉自己像是忽视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现在陈东终于明白被自己忽视的是什么了 那就是马九风身上的那件白西装 陈东清楚地记得当初那个彭浩在月牙温泉山庄里跟自己打斗的时候 手提箱意外打开 里面曾经掉落了不少衣服 里面就有一套白西装 普通人很少有人会穿白色西装 所以在看到马九风身上的白西装时 陈东脑子里就回想起了彭浩手提箱里的那套白西装 当时陈东完全不明白 彭浩那种流里流气气质的人 为什么会喜欢穿西装 而且还是喜欢穿白色西装 未免有些与他本身气质不符 就好似一个农民宫的箱子里 放了一套阿玛尼的定制西装 或者一个超级富豪的箱子里 放了一套满是白灰的迷彩服一样 完全不搭 现在陈东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从一开始 那些杀手就已经打定主意 要把这口满凶杀人的黑锅 扣在马九风的头上 这一切早有预谋 随后陈东又忽然想到了什么 疑惑地看向徐洛威 不对呀 这个行车记录一上的东西 最多也就只能说明 马九风有满凶杀人的嫌疑 可这一切 跟郑国焘又有什么关系呀 徐洛威一脸的无奈 陈生说道 胡大剑昨天在淮城这边的 所有安全工作 都是由政局全权负责的 胡大剑的所有行程 政局也都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陈东哑然失效 就那点行程 外人想要知道 只要稍微调查一下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吧 徐洛威不置可否 接着道 另外 昨天胡大剑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也有疏漏 全城只有交警开路 却并没有任何鹤枪实弹的特警在列 这同样也给了那些杀手可乘之机 听到这话 陈东再次觉得可笑 这就更说不过去了 胡大剑就算再有钱 可也就只是一个商人 按照规章制度 能有交警开路 就已经算是高规格了 没有特警保护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徐洛威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我也觉得这很正常 可政局的账户里 忽然多出了一个亿 这正常吗 你说什么 一个亿 陈东皱眉 徐洛威点头 没错 经过专案组的调查 在案发前几天 政局的银行账户里 忽然收到了一个亿的转账 而这一个亿 就是来自于 白马集团 陈东试探着道 徐洛威点了点头 没错 正是如此 所以 你现在知道 政局为什么会被列为嫌疑人了吧 陈东愕然 的确 其他的不说 单单是这一个亿 就足够让郑国焘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毕竟 就算郑国焘醒过来 说他是被人陷害的 又有谁会信呢 谁会为了冤枉一个人 直接赔上一个亿 这根本就说不清楚 随后 陈东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这人 就是白马集团的那位财务总监 丁锐 那天 陈东去酒厂里找马九峰的时候 刚好遇到这个丁锐失踪 当时 陈东跟马九峰 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都没有把丁锐的失踪当回事 现在终于明白 只怕从白马集团 转给郑国焘的那一个亿 就是通过这个丁锐的手转出去的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马九峰跟郑国焘 就已经掉入到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整个事情 陈东简直感觉有些毛骨悚然了 对方先是穿上白马会的衣服 故意说出那些话 彻底抹黑了马九峰 然后 他们又提前通过丁锐这枚棋子 在郑国焘那里埋下了雷 等到马九峰事发 便彻底把郑国焘也给拉下了水 环环相扣 步步为营 局中有局 让人细思极恐 不管是马九峰 还是郑国焘 只怕是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能够在背后谋划这一切的人 城府不可谓不深沉 心肠不可谓不带毒 连陈东都为之惊叹 不过同时 陈东对于这整个案件的看法 也已经彻底改变 在此之前 他一直认为 这不过是一场简单的仇杀 胡大剑因为得罪了什么人 或者是动了什么人的利益 所以才会被人聘请杀手 当街暗杀 可是现在 陈东终于明白 这一切怕是远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 如果只是为了除掉胡大剑的话 根本就没有必要把马九峰跟郑国焘也拉下水 事实上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陈东简直都有些怀疑 那个在背后设计了这一切的人 真正的目标 倒更像是冲着马九峰跟郑国焘而来的 可这却又有些说不过去 因为在陈东看来 不管是马九峰还是郑国焘 都还远远够不上这个资格 用那些实力高强的武道杀手当影子 以胡大剑这种超级富豪当绿叶 就为了拿下马九峰跟郑国焘 这根本就不合理 可就是这样不合理的事情 如今却就这样发生了 陈东总觉得 这一切的背后 肯定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 只不过 以现在陈东所了解的情况 他根本就无法触及到这一切本质 或许 身为当事人的郑国焘跟马九峰 能够给自己一些答案 郑国焘现在还处于昏迷之中 而且还被严密看管 想要从他这里获得有用的信息 怕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 陈东首先想到的 就是马九峰了 马九峰现在人在哪 已经被你们抓到了吗 陈东赶忙询问 徐洛威一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有 不过应该很快了 这些事情 都是刚刚才被专案组的人揭露出来的 现在 专案组的人 应该已经在前往白马集团的路上了 马九峰落网 也只是早晚的事 听到这话 陈东不由得眼前一亮 如果专案组的人是率先前往白马集团的话 那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住马九峰 因为马九峰现代人基本上都不会在白马集团 而是会待在酒厂里 也就是说 自己还有机会 陈东再没有废话 把手里的丹药 塞到徐洛威手里 想办法把这些丹药 送到郑局病房里 每天让他吃一粒 丢下这句话 陈东二话不说 便直接跑下了楼 哎 你去哪呀 徐洛威大喊 只可惜 早已不见了陈东的影子 下楼之后 陈东骑上摩托车 便直接朝着养员酒厂狂飙而去 不到十分钟 陈东便来到了酒厂 果然跟陈东料想的一样 酒厂里一切正常 很显然 专案组的人 果然还没有找到这里来 陈东扔下摩托车 便直接跑进了厂长办公室 推开门 便看到马九峰正 跟着几个手下 在那里吹牛打牌 东哥 你怎么来了 看到陈东火急火燎的样子 马九峰不由得有些诧异 你跟我来 陈东二话不说 拽着马九峰便把他拽出了办公室 东哥 你这是咋了 到底出啥事了 来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马九峰一脸不解地问道 陈东一把将马九峰对到墙上 看着马九峰的双眼 故作严厉地质问道 告诉我 胡大剑 是不是你派人杀的 啥 马九峰半天没反应过来 随后扑哧笑出声来 东哥 你开啥玩笑呢 我要是有那个本事 我不早上天了吗 还用待在淮城这一亩三分地儿吗 哈哈 看到马九峰这副样子 陈东就知道 自己的猜测没错 马九峰跟胡大剑的死 的确是没有任何关系 行了 别笑了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惹上大麻烦了 陈东看着马九峰 面色阴沉地说道 大麻烦 啥意思啊 马九峰不明所以 陈东随即便把从徐洛威那里得知的事情 跟马九峰说了一遍 听了陈东的讲述 马九峰气得直接骂娘 我是他妈啊 谁他妈这么缺的呀 坏成这么多人头 这屎盆子咋就扣这么准 非要扣到老子头上啊 看到马九峰这副反应 陈东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了 说来也是 上次马九峰因为甲九案的事情 就替董大勇背过一次黑锅了 结果现在 他因为胡大剑枪杀案的事情 竟然再次背锅 这特么的确是够倒霉的 背锅侠呀这是 此时的马九峰也是别提有多郁闷了 你马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呀 自己啥都没做 结果就被人扣上了买凶杀人的大帽子 这哥谁谁是是受得了啊 那个东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咱们后面有缘再见了 丢下这句话 马九峰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陈东一把拉住 啥意思啊 你这是打算要干嘛去呀 还能干啥 当然是跑路啊 马九峰一脸苦涩 胡大剑被杀 这么大的案子 连郑国涛堂堂治安一把都成嫌疑犯了 我这要是落到他们手里 肯定枪毙没跑啊 现在不跑路 再想跑可就没机会了 马九峰说着又要脚底抹油开溜 结果却再次被陈东拦住 跑个屁的路 我看你是港天探多了吧你 陈东臭骂道 你知不知道 早在案发前几天 整个淮城所有出城的道路 就已经被封锁了 现在连那些杀手都还在淮城里面憋着呢 就凭你还想跑 我怕你还没出城就要被逮着了 到时候再定你一个畏罪潜逃 那就真是裤裆里面抹黄泥 不是实也是实了 听到陈东这话 马九峰一脸愕然 案发前就被封锁了 我咋不知道呢 谁他妈这么大聪明啊 把老子后路都给断了 陈东都没敢承认 自己就是那个大聪明 关键 这只能想到 封锁到最后 结果把马九峰跟坑进去了呀 这些都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根本就跑不出去就够了 陈东说得十分肯定 彻底断了马九峰跑路的念想 此言一出 马九峰整个人彻底沮丧起来 这可怎么办啊 我可不想坐牢啊 我还要看着我家小碗长大成人呢 嘴里念叨着这些 马九峰满脸绝望 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陈东倒是忘了 马九峰这个纵横江湖的大老粗 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儿奴呢 有家有事有闺女的人 做事都是有顾忌的 有几个愿意去犯那种家破人亡的血案 看到马九峰此时的样子 陈东也是十分同情 这样吧 你要是相信我等会专案组的人来了 你就配合他们 跟着他们一起回去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 给你还有郑国涛一个清白 马九峰眼前一亮 说实话 能够得到陈东的保证 让他安心了不少 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 只要是陈东答应的事情 就没有做不到的 可同时 马九峰仍旧是有些担心 这可是举国接近的重案啊 连郑国涛都被扣上帽子了 仅凭一个陈东 真的能替他发案吗 东哥 这真的能行吗 我咋个点处呢 马九峰实话实说道 陈东苦笑一声 除了相信我 你现在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的马九峰挣了三秒 最终一拍脑门子 崩溃道 我他妈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我 正当这时 滴滴滴滴 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响起 十几辆警车闪着红蓝光芒 便直直地开进了酒厂的大院之中 一个身材高大 面色阴郁的中年警官 带着人便从车上走了下来 这个中年警官并不是怀城治安局的人 而是专案组从外面调来 精英骨干 名叫邓胜 车间里正在干活的工人 看到这么多警员忽然来到 全都是惊诧不已 纷纷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马九峰呢 邓胜冷声质问道 我在这 话音落罢 马九峰与陈东便挤开人群 来到了众人面前 邓胜面无表情地宣告道 马九峰 你因为涉嫌参与胡大剑枪杀案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什么 此话一出 酒厂里的那些工人们 顿时炸开了锅 马爷最近天天都在跟他们一起 忙着酒厂的事情 结果竟然说他们马爷参与枪杀案 这他妈不是开玩笑吗 邓胜却是二话不说 大手一挥 铐上 带走 话音刚落 两个工作人员便上前一步 拿出手铐 就要把马九峰拷走 那些工人见状 立刻就围了上来 曹 你们有病吧 说我们马爷参与枪杀案 有什么证据呀 就是 没有证据就乱抓人 你们还真当我们白马会的人都死了是吗 要抓马爷 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这些工人 几乎全都是白马会的人 即便不是白马会的人 可也都是感念马九峰的聘用之恩 此刻眼见着马九峰要被抓 他们自然都不乐意 一个个气势汹汹 做事就要跟对方拼命 眼见着这些工人们一个个情绪激动 邓胜却是懒得废话 拔出配枪 直接对着天空凝枪示警 碰 巨大的轰鸣声 响彻四野 那些工人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来 让我看看谁敢不答应 邓胜目光森冷 面无表情地扫尸着众人 这时 马九峰的一个心腹静止走了上来 曹 你他妈吓唬谁呢 有枪了不起呀 告诉你 我们白马会的人也不是被吓大的 来 你有本事 现在就把脑子毙了呀 那心腹说着 拿起邓胜手里的枪 便把枪口抵在了自己脑门子上 想当初 这些白马会的人 也都是跟着马九峰刀伤活海里过来的 当年跟人抢地盘的时候 也没少砍人 更没少被砍 如今 他们虽然改邪归正 可骨子里热血却都没凉过 所以 此刻面对着邓胜的威胁 他们压根就不吃这一套 邓胜看着面前 那心腹冷笑一声 这可是你说的 对呀 老子说的 你他妈有本事来呀 心腹怒吼 可这心腹却并没有注意到 在他说话的时候 邓胜二话不说 直接就要扣动扳机 陈东眼间 看到这一幕 顿时大惊 住手 陈东怒吓一声 同时猛地出手 猛地将邓胜手里的枪举起 砰 几乎同时 枪声轰铃 这一幕 把在场众人 全都给吓傻了 尤其是刚才那名心腹 此刻也是 吓得面色惨白 草泥马 老子就放两句狠话而已 竟然来真的呀 陈东心中 此刻也是 带着怒火的 诚然 这个白马会的人 敢当众顶撞 的确也有错 可也只是一点小小的错误而已 罪不至死 可眼前这个人 一言不合 就要把人击毙 这心肠 未免也太狠了一些 邓胜看着面前突然闯出的陈东 眼神中却是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冷声喝道 连我的枪都敢夺 你是想吸Jing不成 陈东声音沉冷地道 不是我想吸Jing 我看是你想杀人吧 不要以为自己手上有点权力 就能为所欲为 你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公家机器而已 这世道 还远没到你能随意摆布的地步 此言一出 白马会的众人 都是忍不住的一阵叫好 面前的那些工作人员们 脸上却都是闪过一抹惊诧之色 不仅敢夺他们队长的枪 甚至还敢用这般强硬的口气 跟自家队长说话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胆子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邓胜此刻 也是被陈东给彻底激怒了 他身为精英骨干 不敢是罪犯还是同僚 见了他都是要毕恭毕敬的 他手中的权力 也是让他随意支配 给了他可以肆意妄为的底气 可是如今 眼前这个年轻人 却敢对他当众质疑 这简直就是 对于他手中权力的巨大侮辱 小子 你挺横啊 你知不知道 就凭你刚才夺我的枪 我就可以定你一个大罪 邓胜表情嚣张地喝道 是吗 陈东轻笑一声 直视着邓胜的眼睛 不卑不亢地道 要不你试试把我也避了得了 说话间 陈东直接将邓胜的枪口 抵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这一幕 把周围众人都给看懵了 啥情况啊 刚才那个白马会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挑衅 差点没被邓胜一枪崩死 结果现在陈东还赶再来 这不是要重蹈覆辙 故意找死吗 邓胜看到陈东 这副故意挑衅的样子 怒火也是被彻底挑起来 小子 你以为我不敢试吗 邓胜说着 端起手中的武器 做事就要扣动扳机 这时 只听陈东不急不缓地 对着身后的马九峰他们喊道 你们都还愣着干嘛呢 大白天枪毙人 这么大的场面 你们还不赶紧拿手机 拍下来留作纪念 也好让全国百姓都知道 我是怎么死的 马九峰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纷纷拿出手机 一时间 几百个手机 几百个摄像头 同时对准了邓胜 小子 你有本事 敢开枪试试 就是 敢动我们东哥一下 立刻给你曝光了 白马会的众人 纷纷怒喝 邓胜原本还十分嚣张 结果看到这副景象 一时间也是有些哑了火 按在扳机上的手指 犹豫了犹豫 却始终也不敢按下去 邓胜的确是有些自以为是了 可却也不傻 他很清楚 要是自己这一扳机扣下去 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背景再大 也没人能保得了他 只有成为阶下球一条路 可氛围都已经被他轰托到这里了 要是就这样认怂的话 那未免也有些太过丢人了 一时间 邓胜有些骑虎难下了 最后 还是身旁的一个副队长开口道 邓队 还是算了吧 因为一个小喽啰 不值得脏了您的手 有了这句话 才算是给了邓胜一个台阶 邓胜顺势收枪 看着陈东的目光里 一片冰冷 像是要射出刀子一般 小子 我记住你了 你最好祈祷 以后千万别落到我手里 说着 邓胜大手一挥 把马九峰带回去 收队 之前那两名工作人员再次上前 那些白马会的人还要上前阻拦 马九峰却是直接表态 不用拦了 我跟他们回去就是了 反正我马九峰没做过的事 谁都别想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 随即 马九峰直接伸出双手 冰冷的靠子便直接靠在了他的手腕上 随后 马九峰又看向陈东 东哥 我的命可就交在你手上了 你可以一定要救我呀 马九峰显然是把陈东 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陈东面色认真的宽慰道 放心吧马爷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马九峰点头 陈东的话 他信 只是还没等马九峰放心下来 却听一旁的邓胜猛笑道 指望他还你清白 那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陈东皱眉 你什么意思 邓胜笑道 二十分钟前 我们对马九峰位于南三环的别墅 进行了突击检查 结果在他院子的土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初步判断应该是白马集团失踪财物丁伟的尸体 枪杀胡大剑 家中藏尸 这么大的罪名 你觉得他得有多大的能耐 才能帮你洗得清 此话一出 马九峰顿时如遭雷击 彻底愣在了原地 你马 又一口大黑锅呀 之前满胸枪杀胡大剑 就已经够自己死好几回了 结果现在连丁蕊都死在了自己家里 这他妈是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呀 陈东对于丁蕊被杀的消息 也是意外至极 杀人灭口 栽赃嫁祸 那背后之人 还真是好狠的手段啊 一时间 陈东也是感觉压力山大了 他之前还答应要还马九峰清白的 结果现在又多了丁蕊被杀 马九峰的事 还真的是越来越难办了 看到陈东这副惆怅的样子 邓胜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得意的冷笑 这人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几斤几两 多大的能耐办多大的事 要不然 那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丢下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邓胜便压戒着马九峰直接带人离开 看着车队离开的背影 陈东的双眼微微眯起 徐洛威之前说 现在胡大剑枪杀案 已经交给专案组的人 全权负责了 如此说来 这个邓胜 应该就是专案组的精英了 说实话 陈东之前还是比较抱有希望的 如今看到这个邓胜的形势作风 陈东却是有些大失所望了 如此装横跋扈的人负责此案 那马九峰跟郑国焘 真的是要威仪 东哥 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们马爷呀 是啊 东哥 我们可全都指着你了 马九峰被带走之后 那些白马会的人 上来就把陈东给围住了 一个个大老爷们 此刻看上去可怜巴巴的 跟没妈要的孩子一样 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陈东身上 陈东看着这些白马会的人 也是不由得一阵无奈 这些白马会的人 好不容易才跟着马九峰这样一个 肯带领他们干正经生意的好大哥 本来就可以彻底告别江湖争斗 安稳稳地做正经工作了 结果却没想到 既然遇上了这种事 这也太悲催了 不过这些白马会的人 如今怎么说也是养员九九厂的工人 陈东自然也是要对他们负责的 陈东开口道 你们放心吧 马爷的事情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可千万别出去 给我搞什么乱子 就继续留在厂子里继续工作 千万不能耽误了养员九的生产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众人纷纷点头 他们都很清楚 马九峰对待陈东的态度 那是当大哥来供着的 而且陈东刚才也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示 他的确是有这样的资格 所以众人对于陈东的命令 自然也是都不敢违背 看到这些白马会的人如此顺从 陈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 陈东又想到了什么 问道 对了 马爷现在不在 你们白马会谁来管事啊 是我 东哥 说话间 一个身影站了出来 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那个 差点被邓圣毙了的人 东哥 我叫石牛 是白马会的堂主 马爷不在的话 都是我来管事 还没感谢东哥您的救命之恩呢 你要是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听到石牛的介绍 陈东不禁哑然失笑 怪不得这货刚才那么愣 敢如此 替马九峰出头 原来是白马会的二当家 陈东点了点头 我这里的确是有点事情 需要你帮我查一下 什么事 东哥请说 石牛恭敬地道 那个丁蕊 是个关键人物 你去帮我调查一下 他最近有没有跟什么陌生人走得比较近 要是有的话 你随时告诉我 这对于马爷的案子很重要 丁蕊很明显 就是被人收买 然后以白马集团的名义 栽赃陷害了马九峰 最后又被人杀人灭口的 如果能够找到那个收买了丁蕊的人 那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来说 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石牛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东哥 我等一下就让人去查 随后 陈东又跟石牛交代了几句 便离开了酒厂 接下来的几天里 怀城地面上又传出了不少枪杀案的后续新闻 首先就是白马会老大马九峰被抓 而且还被定性为胡大剑枪杀案的头号嫌疑人 据说 马九峰之所以要对胡大剑下手 就是因为白马集团有意参与燕落湖改造这个大项目 结果被胡大剑截胡 马九峰怀恨在心 而且想要夺回燕落湖项目 这才起了杀心 满凶杀人 其次就是警方发现了马九峰与郑国焘之间的利益往来 甚至还说郑国焘就是白马会背后的大伞 跟马九峰互相勾结 甚至还传出了很多白马会在淮城的恶行 有鼻子有眼的 真的一样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对于淮城百姓来说分量不小的新闻 那就是 因为胡大剑在淮城被杀 身为一线支掌的焦文博引咎辞职 甚至连同周氏一把手 也被直接开除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整个淮城从上到下 彻彻底底的来了个大换血 淮城的天彻底变了 对于这些天淮城发生的这一切 陈东自然也有耳闻 不过却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淮城的势力再怎么变 他只需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唯一让陈东觉得可惜的 就是焦文博 在陈东看来 焦文博不管是工作能力 还是为人处事 都算是很不错的 结果 就因为受到了胡大剑被杀案的牵连 弄得连位子都丢了 确实是有点可惜了 不过仕途就是这样 不出事还好 一旦出了事情 那必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的 摊上这种事情 谁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 焦文博确实太倒霉了 好消息也是有的 那就是经过了几天休息 但要滋养 郑国焘终于苏醒 情况也已经好了许多 只是当郑国焘得知自己 竟然成了嫌疑人 还被传为是马九峰背后的大伞 他差点没被再次骑云过去 陈东倒是靠着自己医生的身份 进入病房中与郑国焘进行过沟通 可不出所料 郑国焘对于那一个医 完全毫不知情 郑国焘跟马九峰一样 都是替别人背锅而已 想要替他们洗刷冤屈 眼下也就只有丁锐那条路了 当然 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 那就是把那几个杀手揪出来 他们身上肯定会有更多线索 只可惜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 却是连那些杀手的影子都没看到 他们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少人都觉得那些杀手或许早已逃出了怀城 不过陈东很清楚 他们肯定还躲在怀城的某处 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而已 线索中断 鸡胸无果 一时间整个案子彻底陷入了将军 当然 普通人的生活还要继续 这天 陈东刚从郑国涛病房里出来 就接到了姚宇璐的电话 姚姐 我在医院上班呢 你有事吗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姚宇璐的惊呼声 陈东 你快到咱们分店来看看吧 咱们的店让人给砸了 什么 陈东愕然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我马上过去 十分钟后 陈东骑着摩托车便来到了大同街 一走进紫棋东来分店 陈东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到了 只见整个店里桌椅翻倒 玻璃碎裂 一片狼藉 简直跟灾难现场一样 陈东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谁干的 姚宇璐薛一人刚才看着满地的狼藉正愁得不行 此刻看到陈东来到 顿时像是看到了亲人一样 赶忙冲了上来 陈东 我们可算是把你判来了 小东东 你二房三房被人欺负了 你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呜呜 姚宇璐薛一人俩人 整得跟真的一样 一人抱着陈东的一条胳膊 又是撒娇 又是哭闹的 别提有多热闹 陈东简直要被这俩活宝给整笑了 这俩女人平日里也没见对自己有多热情 这被人欺负了 需要帮忙了 总算想起来 对自己热乎了 行了 你们都别闹了 快说吧 这到底啥情况啊 谁干的呀 这是 陈东没好气地问道 还不是那些黑水帮的人 姚宇璐怒气冲冲地道 就是谭星虎的儿子 谭克 刚才带着几个人过来吃饭 临座小伙子的女朋友长得好看 就上去飞礼人家 人家小伙子当然不干了 谭克就带人把人家小伙子一捉人给打了一顿 我们店里的人上前劝阻 结果那个谭克倒好 竟然喊了一大帮子人过来 把我们的饭店都给砸了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啊 姚宇璐越说越生气 眼泪竟然真的快要流出来了 自从陈东认识姚宇璐之后 这个女人就一直都是一副大大咧咧 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样子 这一次竟然都快要委屈哭了 现在也只顾着处理胡大健的案子 自顾不暇 如今这淮城的地面上 是彻底乱了套了 经理王成也在一旁深有同感地抱怨道 谁说不是呢 现在黑水帮在淮城一家独大 下面的人最近跟疯了一样 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打谁打谁 这几天晚上 天天都能看到黑水帮的人在砸别人的门店 还等白马会的人打群架 好像是在趁机抢地盘呢 闹得可凶了 听到薛义仁王成这样一说 陈东也是一脸惊讶 他晚上都是回青山村住 倒是没遇到过抢地盘打群架的事 不过看到连自己这紫漆东来分店都被砸成了这样 陈东基本也就知道 薛义仁王成说的这些肯定也都是真的了 陈东之前也听说过 说是最近的淮城有些不太太平 却没想到竟然已经乱到了这种地步 这还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黑水帮的人还真是欠收拾了 事实上陈东对于这些江湖纷争什么的 丝毫也不感兴趣 也不想参合其中 可是现在人家都搞到自己家门口了 那陈东就不得不管管了 坦克他们那些人什么时候走的 现在在哪知道吗 陈东问道 王成赶忙道 我刚才专门派人跟着他们过去了 说是好像是去了白马渡 白马渡 陈东愣了下 白马渡夜总会 之前好像一直都是白马会的地方 而且还是白马会洗白之前的总谈 在淮城来说 白马渡的规模 就跟黑水帮的金豪夜总会是一个级别 属于是最大的娱乐场所了 稍微不同的是 马九峰对于白马渡的要求十分严格 不允许任何人这里寻信姿势 更不允许在白马渡售卖任何违规物品 整个白马渡就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娱乐场所而已 只提供喝酒 跳舞 唱歌之类的正规服务 金豪夜总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各种野路子都有 有种乌烟瘴气的感觉 之前马九峰没进去的时候 白马会跟黑水帮一直都相安无事 白马渡跟金豪夜总会 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如今 坦克身为飞水帮的二世祖 竟然敢公然跑到白马渡去 这本身就已经有点不正常了 不过这些跟陈东也没关系了 坦克砸了自己的店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 陈东都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坦克 好好说道说道 陈东说着就要离开 身后却是传来姚宇露的担心 陈东 你可悠着点啊 那家伙毕竟是弹心虎的儿子 你可要留点分寸啊 陈东轻笑一声 放心吧 我会给他留条命的 说吧 陈东二话不说 骑着摩托车便直接离开 只留下姚宇露薛衣人 两脸愕然的愣在原地 会给坦克留条命 这家伙可别乱来啊 他们哪里知道 陈东早就乱来过一次了 上次陈东跟唐念成在天日来吃饭的时候 被坦克找麻烦 结果陈东就已经把坦克的胳膊给打断了 甚至还让谭心虎听了他儿子的惨叫 当时陈东就在电话里提醒过谭心虎 让他以后别再来找自己的麻烦 结果这个不长眼睛的坦克还敢来 这就怪不得陈东了 与此同时 白马渡 整个白马渡门口的广场上 已经停满了车辆 上百号身穿黑衣 手臂纹身的壮汉 将整个白马渡都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些黑衣人 便是黑水帮的成员 马九峰进去之后 黑水帮的人便趁机开始争夺地盘 仅仅几天时间 黑水帮便扫了白马会十几个场子 如今 整个淮城的各大娱乐场所 基本上都已经被黑水帮所控制 不过黑水帮却不打算就此作罢 终于盯上了白马渡 虽然白马会近些年早就已经上岸从商 可这白马渡却仍旧是白马会成员聚集的场所 为了拿下白马渡 这一次黑水帮也是动了真格的 调动了大批人手前来 迷眼人都看得出来 黑水帮这次时吃定了白马渡 而事实也是如此 一黑一白的局面 在淮城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谭心湖早就有心打破 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如今趁着马九风进去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准备一举将白马会彻底踢出去 以后让他们黑水帮 在这淮城一家独大 此时 白马渡一楼大厅之中 双方人马正处于对峙的状态 确切地说 是白马会的人已经处于包围之中 半个小时前 黑水帮上百人突袭白马渡 自从养人酒厂成立之后 大部分白马会的人都已经转移到了酒厂那边工作 平日里这白马渡中也就只有几十个兄弟看场 几十个人 对上黑水帮上百号人 自然是不可能讨到任何好处 更何况 黑水帮这边是早有准备 甚至还搬来了高手助阵 可谓是万事俱备 反光白马会这边 不仅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且没了马九风 整个白马会如今也是群龙无首 压根就形成不了有力的反击 所以 败局 基本上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此时 身为白马会堂主的石牛 以及身后那几十号兄弟 此刻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瘫软在地 像是一坨坨烂泥一样 白马会成立至今 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窝囊过 石牛他们虽然心有不甘 可也无能为力 而此时 黑水帮这边就显得轻松许多 甚至 此次负责带头扫场的赵老八 此刻竟是干脆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腿翘在茶几上 手里拎着一瓶人头马 跟今天一起过来的几个帮手提前庆祝了起来 石牛 现在知道我们黑水帮的厉害了吧 我们黑水帮与你们白马会斗了这么多年 今天晚上在咱们这里算是要做个了解了 怎么样 服不服啊 哈哈哈哈 赵老八一边喝酒 一边看着面前眼眶流血的石牛 脸上满是戏血与得意 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石牛看着赵老八 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一般 我扶你妈上抗我扶 石牛气得破口大骂 我们马爷还在的时候 你们黑水帮连个屁都不敢放 马爷刚进去 你们就跳出来成人之危 就这还想让老子扶 我扶你麻痹 听到石牛的怒斥 赵老八也不生气 反倒是冷笑连连 不愧是白马会的牛魔王啊 脾气就是够大 只可惜 你不服也没有用 马九风犯了那么大的事 就算不死 这辈子也没机会出来了 现在连这白马度 都成了我们黑水帮的地盘 没老大 没地盘 你们白马会还靠什么跟我们斗 俗话说得好 食食物者为俊杰 石牛 你现在投靠我们黑水帮 还不算晚 我们虎爷说了 只要你肯入火黑水帮 不仅同样给你堂主的位子 甚至还答应 把这白马度交给你来管理 前三年收上来的钱给你大头 怎么样石头 我们虎爷不算亏待你吧 我呸 石牛气得直接催了一口 怒火冲天地道 想让老子当叛徒 做梦 我石牛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背叛白马会 告诉你们 趁早从这里给老子滚出去 要不然 小心等会儿都让你们横着出去 赵老八吃笑出声 让我们横着出去 石牛 你挺有底气呀 让我猜猜 你该不会还指望着你酒厂的那些兄弟们 能过来持远吧 石牛脸色一变 没错 他的确是有这样的打算 事实上 刚才黑水帮的人来到之时 石牛第一时间就同时了酒厂那边的兄弟过来支援 就想着等援军到了 他们好给黑水帮这群王八蛋来个内外夹击的 可是现在 听赵老八这话里的意思 事情似乎有变 果然 随后便听赵老八接着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来这里之前 其他堂口的堂主 就已经带着人去捣你们的酒厂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们酒厂的那些兄弟 现在应该跟你们一样 正挨着呢 哈哈哈哈 此话一出 石牛等人彻底绝望 本来还想着靠酒厂的兄弟们翻盘呢 现在看来 是彻底没戏了 赵老八接着道 石牛 现在整个怀城 也没人能帮得了你们 怎么样 现在还不打算投靠我们黑水帮吗 石牛面色一宁 刚要再骂 这时 门外 却是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妈的 是谁说整个怀城没人能帮得了他们的 老子不是人吗 话音落罢 一路人马火气开道 静止闯了进来 赫然竟是罗满江带人赶到 罗老板 看到罗满江道场 石牛等人顿时一阵狂喜 自家马爷平日里跟这个血罗汉 算是一对欢喜冤家 没事就喜欢互相对来对去的 甚至还因为还羊丹跟养人酒的利益 存在一定的纠葛 俩人的关系也说上是好是坏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石牛他们压根就没想过 血罗和罗满江能在这个时候仗义相助 所以 此刻看到罗满江出现 他们也都是觉得有些意外 事实上 这还是石牛他们这些人不懂了 罗满江跟马九峰俩人 虽然平日里互相有些看不惯 可最近在陈东的调和下 俩人之间早就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他们虽然跟谭星虎一样 都是江湖中人 可走的路子早就不同 或许也正是因为 他们俩人同样都有感谢归正的心 所以他们才能成为一路人 不管是罗满江还是马九峰 其实心里都很清楚 在这淮城 黑水帮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想要在淮城立足 他们双方就必须要同仇敌忾 一致对外 如今 眼看着白马慧 就要被黑水帮吞并 唇亡齿寒 罗满江自然不会做事不管 卧槽 挺热闹啊 邦 派火拼也不喊我 啥意思 不拿我罗满江当人啊 一进门 罗满江便气势汹汹地喝道 赵老八顿时皱起眉头 冷着脸道 罗满江 今天是我们黑水帮跟白马慧之间的事 我劝你还是少餐喝为好 小心萤火烧身 萤火烧身 罗满江轻哼一声 你们黑水帮的火放那么大 把老子几把毛都快给点着了 还想让老子憋着不吭声 咋的 真当我罗满江是白给的吗 赵老八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罗满江 听你的意思 今天这趟浑水 你是烫定了是吧 啪 赵老八话音刚落 罗满江竟是二话不说 猛地一步上前 一记事大力尘的耳光直直地扇在了赵老八的脸上 差点没把赵老八扇晕过去 老子好歹也是跟马九风还有谈星虎一个级别的 你他妈一个小堂主 也敢直呼老子的名讳 还他妈又是翘二郎腿 又是喝人头马的 装你麻痹呀装 这一幕把在场众人都给看呆了 许是因为最近罗满江在人前慈眉善目惯了 所有人都快忘了 罗满江是有多么凶悍了 想当初 他罗满江可是凭借着心狠手辣 在白马会跟黑水帮的夹击之下 生生在怀城立下了锥子的人 绝对的狠角色 这种人一旦发起飙来 那哪里是赵老八一个小堂主能承受得了的 赵老八捂着红肿的脸 气得快要吐血 他今天好不容易担起了扫场的重任 想着能借着这个机会 体验一把当大哥的感觉 好好的风光一番的 结果没想到 好不容易装出来的逼 全都让罗满江给干翻了 这让他也太没面子了 行 姓罗的 这可是你自找的 既然你执意要跟我们黑水帮作对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罗满江一脸不屑 就你这熊样子 还想跟我不客气 行啊 老子倒是要看看 你想跟我怎么个不客气 说话间 嗖嗖嗖嗖 四道身影一跃而出 分别站在了罗满江身旁 这四个人一个个气势非凡 眼中金光四射 正是罗满江麾下的四大金刚 看到眼前这四个人 赵老八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忌惮之色 罗满江是靠着地下全场起家的 所以身边高手众多 狠人无数 尤其是这四大金刚 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狠人中的狠人 当初罗满江能够强行挤入淮城 在淮城地面上立锥子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身边有着四大金刚坐镇 当初黑水帮阻击罗满江的时候 赵老八也曾跟着四大金刚打过交道 可没少吃亏 如今再次看到这四大金刚出手 赵老八也是有些忌惮 不过这一次 赵老八心里却是多了几分的底气 因为他这次来也是带了高手的 赵老八随即来到茶几前 朝着沙发上的二人拱手行李 表情恭敬地道 王师傅 杜师傅 看来这次要麻烦您二位出手了 罗满江这才注意到 不远处的沙发上 一直都还坐着两个人 这俩人身穿五服 气息强盛 一眼就知道是习武之人 从刚才开始 这俩人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喝酒闲聊 似乎周围的一切争斗 都跟他们无关一样 完全就是一副局外人的模样 直到此刻 听到赵老八的请求 这才抬起头来 还真是够扫兴的 行吧 既然是我家少爷交代的 那我们就肯定帮你们黑水帮摆平了 也好让你们见现我们的实力 说话间 两人起身 环顾了罗满江 跟四大金刚一眼 眼神里满是不屑 王师父看着罗满江 轻横道 死胖子 刚才就听你巴巴半天了 挺狂啊 别说不给你机会 现在跪在地上 给我们磕三个响头 我们或许还能饶你一条狗命 要不然 几分钟内 保证你就是死狗一条 死你妈 罗满江怒骂 懒得废话 直接大手一挥 给我干他们 随着罗满江一声令下 四大金刚当即出手 嗖嗖嗖嗖 四道身影分作两组 一左一右 便分别朝着王渡二人杀江过去 只是 还未等他们杀到跟前 王渡二人却是陡然发力 脚下猛然一蹬 整个人竟是凭空跃起了五六米 直接跃过了大厅中间 挑空到二层高度 这一幕把现场众人 都给深深地震撼到了 一跃五六米 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这完全超出了正常人 所能理解的范畴啊 而此时 那王师傅在半空中 抓住顶层的吊灯 接着他借助吊灯的力道 身形陡然一转方向 从身后直接便朝着下方的一名金刚俯冲而去 砰 那位金刚还没反应过来 后心便中了一脚 整个人直接向前扑飞了出去 重重地趴在了地上 紧接着 王师傅没有丝毫地停留 落地之后便瞬间弹跳而起 一拳便将另外一名金刚 也得打倒在地 从他跃起 俯冲 再到一拳击倒第二名金刚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他的动作之敏捷 弹跳力之强 让人汗颜 竟是不自觉地 让人联想起了一种动物 那就是 猿吼 这是白人飞骨 白人手 你们是护海白人门的人 一名金刚一眼认出了这王渡二人的手段 不由地惊呼出声 这白人门乃是护海那边出名的五道宗门 白人手传承百年 不容小觑 在此之前 白人门的人一直都只是在护海那边发展 却没想到 今日竟然会来到这小小的淮城 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了 杜大师轻笑一声 竟然还能认出我们白人门的手段 算你有点见识 只可惜 你认出得太晚了点 说吧 杜大师从二楼之上一跃而下 朝着剩余的两名金刚 便杀了过去 不愧是大宗门的弟子 一出手 便不是普通的社会人士所能抵拟 只一会儿功夫 剩余的两名金刚 也被放倒在地 看着地上惨叫连连的四大金刚 罗满江彻底惊呆在了原地 他本以为 仗着自己这四大金刚的手段 怎么这也能压黑水帮一头的 就跟当初他闯入淮城时一样 却没想到 黑水帮竟然找来了这么厉害的高手助阵 这他妈还怎么打 那什么 其实我跟马九峰的关系也没那么好啊 你们继续火拼 就当我没来过呀 罗满江一眼看着情况不妙 立刻就要脚底抹油开溜 只是 还没等他跑出两步远 王大师抓起桌子上的一瓶人头马 便直接朝着罗满江砸了过去 想跑 没那么容易 碰 人头马直直地砸在了罗满江的腿弯上 罗满江惨叫一声 便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刚好这时 一个身影进门 罗满江就这样直愣愣地跪在了对方面前 行啊小罗 你现在还真是越来越客气了 咋的 跪是服务呗 罗满江抬头 看到赫然正是陈东那张熟悉的面容时 顿时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东哥 你可算来了 嗚嗚 怪不得罗满江没出息 他这是真的激动啊 他手下最厉害的四大金刚 彻底指望不上 连他自己都被干趴下了 可以说 此时的罗满江就处于绝望之中 而此时 陈东的到来 对于罗满江来说 那简直就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一下子就照亮了他的前路 照得他眼睛发酸 忍不住地想哭 不止是罗满江 此时石牛看到陈东来到 也是激动的不行 竟是一路从地上爬过来 直接跑到了陈东跟前 抱着陈东的腿就不撒手 东哥 救命啊 东哥 您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嗚嗚 看到罗满江跟石牛这副样子 陈东简直是哭笑不得 他来这里就是来找坛克算账的呀 结果没想到 一进门就遇到了这幅景象 陈东原本是不想烫这趟浑水的 结果现在浑水直接冲到脚跟前了 看来这趟浑水 他是躲不过去了 是你 赵老八一看到陈东 顿时脸色大变 激动不已 当初谭信兵还活着的时候 赵老八在紫棋东来吃饭的时候 就曾跟陈东发生过争斗 那一场 赵老八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 摇来了上百号打手 结果全部都被陈东给干趴下了 连最后来处理案子的谭信兵 都不敢多管闲事 从那次之后 赵老八就彻底记住了 这淮城还有陈东这么一号人物 如果是之前 赵老八再见到陈东 肯定是要躲着走的 不过今天 他仗着有王渡两位大师傅在 底气顿时就足了不少 陈东自然也是一眼就认出了赵老八 不禁咧嘴一笑 戏学道 呦 这不是兔八哥吗 你挺能蹦呆啊 都敢跑到百满汇的地头上撒野了 众人听到兔八哥这三个字 顿时轰笑出声 赵老八也是气得蹊跷生烟 狗蛋的兔八哥 赵老八气得破口大骂 姓陈的 我们虎爷正想着 把白马会跟罗满江摆平之后 再去找你算账的 既然你今天提前跑来了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今天 老子就跟你老账心账一起算 赵老八疯狂叫嚷 气眼嚣张 只是 他这一句话才刚说完 爬 罗满江忽然从地上爬起来 又是一巴掌扇在了赵老八的脸上 老子跟你说过多少遍 老子是跟马九风谈心虎一个级别的 你一个小堂主还敢直呼老子的名讳 欠打 你赵老八捂着脸 气得要爆炸 这个罗满江 刚刚还耸得跟个包子一样 结果现在一看到陈东过来 竟然又重新强硬起来了 你马 活脱脱的狗障人士啊 没错 罗满江这次就要狗障人士了 既然东哥都来了 那他还有什么好怕的 甩他的膀子 也要把黑水帮的这群王八蛋给干废了呀 你什么你 你刚才不是挺嚣张吗 等会儿老子就让你叫爸爸 罗满江怒骂 赵老八彻底被激怒 深深地点了点头 行 咱们走着瞧 王师傅 杜师傅 我们虎爷说过了 谁要是能把这个姓陈的打残了 他愿意给两千万 这笔钱 看来是要麻烦你二位挣了 王杜二人听到这话 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得意冷笑 王师傅看着面前陈东 不懈到两千万 小子 没想到你还挺值钱啊 杜师傅轻哼一声 不用跟他废话了 老子倒是想领教领教 两千万的狗命能有多贵 说话间 杜师傅便静止地朝着陈东冲了上来 行啊 我也想看看 你值不值两千万 说话间 王大师也是不甘落后 同时也朝着陈东冲去 很明显 王大师跟杜大师这俩人 是抢着要夺标 看谁能率先拿下这两千万了 杜大师速度稍快一些 转眼便袭到了陈东跟前 只见他在距离陈东 还有三米开外之时 便纵身向前跃起 整个身形横在半空中急速旋转 如同一个巨型陀螺一般 拳风便朝着陈东呼啸而去 这一招 乃是白元手中的白元灌日 拳风轨绝 眼见了杜大师冲到跟前 陈东立刻出手相迎 砰砰砰砰砰 在杜大师身形旋转间 已经是十几拳接连轰出 不过每一拳都被陈东接下 终于 随着杜师傅最后一拳轰出 他身形旋转的力道 也彻底止住 只是 还没等杜师傅站稳身形 陈东就已经一脚踹了过去 砰 只一脚 杜师傅整个人便被踹出了十几里远 在地上一路滑行 最终横撞在了大厅的柱子上 这才墙前停了下来 一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 与此同时 王师傅也已经杀到陈东跟前 有了杜师傅刚才的教训 王师傅再也不敢轻敌 只见他在陈东身边 又是左右腾挪 又是上蹿下跳的 身形敏捷 当真是如同一头白猿一般 终于 王师傅寻到了一个机会 果断出手 只见他食指紧扣 握在一起 双手如同大锤一般 从空中便朝着陈东的头顶砸落下来 王师傅这一招 乃是白猿手中的汗山雷 力道惊人 双拳叠加在一起 力道可达千斤 就连石头都能直接锤得爆裂 这一拳要是打在头上 普通人必死无疑 陈东也已经感受到了 王师傅这一击中的杀意 脸色瞬间一阵冰冷 眼见着这一记汗山雷落下 陈东不躲不闪 就在这汗山雷快要落到头上之时 陈东却是陡然抬腿 脚尖不偏不倚 正中王师傅的手臂 就如同是飞鸟琢目一般 精准而又刁钻 咔嚓 一声脆响 王师傅整个手臂瞬间折断 断开的骨头刺破皮肉 直接从手臂中穿出 一时间 白骨森森 鲜血狂涌 触目惊心 也是在这一脚的力道之下 王师傅这一记汗山雷 彻底被化解于无形 等他落身下来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是如同一滩烂泥般 无力地趴倒在了地上 啊 我的胳膊 王师傅发出了一阵 撕心裂肺的惨叫 众人看到王师傅这般下场 也是惊得不由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脚把人的胳膊踢断 这手段还真是够狠啊 陈东看着地上的王渡二人 却是没有丝毫同情 怎么样 现在觉得 我值不值这两千万 律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谢谢大家